台灣的新聞彭博 讓大家對資訊的需求量大 有週刊創新推出 免費贈約48萬份 大手筆創下 台灣紙本媒體的記錄 其實這樣的免費送報章雜誌 在國外早就是趨勢了 英國甚至有報紙放棄收費 變免費之後呢 反而轉虧為盈 成功搶下市戰略 一大清早街頭就有人排隊 搶著拿的不是免費報紙 竟然是免費雜誌 派報員忙著發送 這雜誌一本本分量可不清 民眾看到這樣大手筆免費送 雖然是全新出刊的週刊雜誌 仍被搶拿一空 報紙是比較當天的事 那週刊是一段時間一起報導 那可以說一段期間來看 這樣就一個時間來看得比較清楚 看起來內容多嗎 很多很多 我要回去慢慢看才可知道 我們這一期發行的量分 有53萬本 其中免費的部分 佔了48萬本 免費發行是因為在網路時代 讀者對於免費的優質內容需求越來越強烈 看準讀者需求 這本16號創刊的週刊 免費發送數量破了台灣紙媒記錄 但紙媒體免費送在國外早就未為風潮 1995年瑞典就推出免費報紙發展到西班牙 意大利的歐洲國家英國還有晚報從收費到免費 反而轉虧為盈美加和亞東地區都有免費報紙市場 戰況激烈的香港免費報幾乎成主流 發行量第一的頭條日報 每天初刊85萬份 排行二三名的獨時日報和IM730也都發行40萬份 免費搶室成為報刊的新作法 會用這樣的一種比較有震撼力的一種促銷方式 基本上是希望能夠在這個原來根本沒有 它的一個市場的一個裡面 去盡可能讓民眾或是樂廳大眾知道 有這個品牌 學者認為免費發送是打響知名度的第一步 藉此搶下施戰率才是重點 要在紙媒經營重重挑戰中殺出一條血路 記者曾經訊 陸怡 胡偉廷 董宥俊 台北採訪報導